老年夫妻还能够夫妻生活吗? 这四大注意事项应该牢记起来 在生活中有很多的人认为 一旦进入了老年的阶段 夫妻就不能够进行夫妻生活了 他们认为进入老年的阶段后 身体的机能下降 以及会受到世俗的影响 而且认为不能够进行夫妻生活 就算是有夫妻生活的欲望 也要让自己克制住了 却不知道老年的夫妻生活是可以进行的 只是在进行夫妻生活的时候 有一些注意的事项一定要知道的 虽然说在进入了老年的阶段后 身体的积数以及机能会有所下降 进行夫妻生活的时候 所达到的质量是大不如以前的 而且动作也是比较缓慢 容易能发生意外 但是对于老年的夫妻来讲 在自己有欲望的时候 她是可以进行夫妻生活 只是我们在进行的时候 一定要格外的小心 老年夫妻进行夫妻生活 要注意哪一些呢 第一点就是不能过于勉强 有一些老年的夫妻 在进行啪啪啪的时候 为了能够让彼此都能够感受到愉悦 就让自己过度的勉强自己 却不知道老年的夫妻生活 要根据自己的身体情况来决定的 尽量控制在身体能够接受的范围之内 不要过于的去勉强自己 过于勉强自己呢 就会导致在夫妻生活当中的一个过程 容易发生意外 第二点就是要注意自己的身体健康 随着年龄的增长 身体多多少少都会出现一些毛病 而一些疾病的发生 也会让自己的性欲下降 所以呢 要注意自己的身体 特别是一些患有慢性疾病的人群 在进行夫妻生活的时候呢 一定要避免让自己过于激烈 而导致情绪的波动 比如说高血压 高血糖 高血脂等等 这一些患者在进行夫妻生活的时候呢 就一定要格外的注意 第三点呢 就是注意平时啊 多摄取一些有营养的食物 相对来讲 老年时期的身体数字 它是比较弱的 由于身体的衰老 会让身体的免疫力下降 所以在平时呢 我们就要多摄取一些 有营养的食物 特别是一些男性 老夫老妻的生活 可以适当补充一些 对肾脏有益的食物 能够提高肾脏的功能 这样呢 我们就能够帮助皮脂 提高夫妻生活的质量了 第四点呢 就是动作啊 要缓慢 在进行夫妻生活的时候呢 老年的 在进行夫妻生活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注意自己的动作 尽量的缓慢一些 不要跟年轻的时候一样 过于激烈 如果在进行夫妻生活的时候 一味的去追求啊 动作要快 那么我们就很容易 因为跟不上动作 而让自己的身体受到损伤 老年人在平时如果有兴趣呢 可以让自己适当的进行夫妻生活 不要让自己受到世俗的影响 今天我们的话题就分享到这里 喜欢我们节目的 记得帮忙点击订阅点赞 下期再见咯